不是詐騙勞梗 林啟明 撒付120萬 稱任經驗會主委 現任國策顧問的 林啟明 居然中了十多年前的 綁架詐騙勞梗 今年5月 他接到電話 把我出事了 被人打到頭破血流 歹徒搶過電話 要他拿80萬 讀回兒子 他依照指示 把錢丟在一間超市外的人行道 沒多久 又接到歹徒來電 要他再給40萬利息 他只好領錢後 又拿去超市外丟包 直到聯絡上兒子 才驚覺被騙暴擊 警方巡憲 逮捕無姓少年在內的3名車手 並繼續追查載逃的祖賢 身家4000萬 欲有一子一女的尹啟明 昨晚證實 卻有此事 但強調過程 並非單純詐騙 這麼簡單 專家則指出 這些高官 太專注自己專業的領域 不食人間煙火 才會鑿了 詐騙集團的道 動新聞 官員現任也很忙的 報導 在的時候 我們今天 ��子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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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